这个是脚踏 脚踏就是这个 也是通知一个控制闪光的开关 脚踏开关是插在这儿的 后面就插两个线 这个是电源线 插在给机箱供电的电源线 然后其他的这就是一根数据线 这个采集线 接在采集板上和电脑上的采集卡方面 然后正常开机的话 先打开电脑 这电脑就是再打开电脑 然后9要时开关 8要时开关就插下来 9开要时关 然后充电 然后一般这是气控的那个 面板的那个空气 就是那个碳空空气 如果可以打开它 然后打开电脑软件 主要就是关掉这个 关掉气控 然后采集 按键速度采集 这个必须使这个碳空气 就是这个面板 然后采集 采集通道的是4.95左右 三个通道都是4.95左右 和那个温度不高是正常的 然后采集完了以后必须再确定 确定是必须要按键 然后再开掉这个锅材 然后把电脑面放进去 然后点电脑板测量 然后脚踏 晒光 然后就显示原始的采集多行 有了